东源花莲慈盛宫定谱庙 在今天举行的 晋天护国祈福喜灾法会 县长徐正位 协同理委夫婚旗 也会同的县政府各局处首长 还有花莲各界的地方 神圣首长也都一起出席 虔诚祭拜 祈求保佑花莲 何庆平安 现在徐正位 首先向参议法会的相亲 以及各宫庙 亲切的问候 并感谢众师兄姐们 无事奉献 为相亲消灾祈福 请求花莲献进平安顺利 和静安康 我们发展 持续透过信仰的力量 引领社会人心向善 花莲的帝母庙 承担起这个重责大任 我要谢谢帝母庙 占国人占主委 他真的是战战兢兢 但是我们花莲 还有非常多的友工 大家都能够团结一心 来这个一起来共同 来完成 我真的要感谢非常多的人 我真的要感谢非常多的人 感谢我们的这个 这个崇利记 从头到尾一直的不断的参与 还有经验的分享 谢谢我们凤灵的天 这个无险大帝 我们林正香林主委 还有我们的极安的五谷宫 圣南宫圣安宫 还有我们慈慧堂 圣南宫 所有的大家近的就天天来开会 集思广义 怎么样做得更好 怎么样周全 当然我要谢谢张朝明 招主委 还有我们蔡处长 这个几乎天天打电话来花莲 来看我们的进度状况如何 昨天这个我们的全国各地的行尊 这个一一的一一的 这个一尊一尊的请来 我真的要感谢我们所有 有全国各宫庙寺堂的所有的公主 董事长主委 还有我们的这个 大家一起堂主 大家一起 真的让我们的花莲 经过这个大帝圣之后 我们全国各神尊 真的是从北回来 从南回来 这个路途的颠簸 这个不可言喻 但是大家这个坚持的心 顾持台湾的心 挺花莲的心 我要再次再次感谢 各宫庙殿堂代表前来 共享圣诀 其中财团法人南投县 福里镇 保湖宫天地堂 更捐赠0403正在200万元 这次花莲县正在重建 希望让这次受到正在影响的乡亲们 能够找到重建家园 回复这场生活 现在学中会亲自自赞感谢状 代表花莲乡亲 表达城市的谢意 多用花莲慈善宫第五庙 在24号开箱大典之后 今天护国祈福 席灾法会 即日起到7月25号 法会期间邀请 乡亲踊跃前往参与 共同替花莲参乡祈福 记得请订阅我的频道 麻烦 我们下期再见